最近消息要提醒用路人注意了 在大年初一凌晨接近五点的时候 国一北上一百二十七点三公里处 这个头雾道造桥的路段 发生了连环追撞车祸 这是一辆大客车跟小客车呢 当场起火燃烧而且火势猛烈 其中呢客运的司机跟小客车的女乘客 逃生不及当场丧命 在国道上呢也是一片烟雾弥漫 根据了解绅士呢 这个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 接着后方的统连客运刹车 不及追撞之后起火燃烧 而当时客运上再有二十一名的乘客 准备要前往桃园机场 在车祸发生之后 旅客也及时的疏散 但是客运司机跟被追撞的自小客车 副驾驶的女乘客 因为呢卡在车上 两个人都逃生 不及受困火海丧命 这起事故也造成了两死八伤 在国道一号苗栗到头屋路段呢 则是大塞车 一度紧急全线封闭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